变时柱 就好像有本事的人 把众生的肉 众生的尸体 加点酱油 加点佐料 就变成美味了一样 人就觉得 那个不是尸体了 就觉得流口嘴了 现在把我们的肉 也要变得色香美味 变得让众生 要喜欢接受 在用佛号来加持我们的身体 让众生吃了之后可以解脱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妙色思如来 那么光波声如来 那么力不为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妙色思如来 那么光波声如来 那么力不为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妙色思如来 那么光波声如来 那么力不为如来 和具中妙于提神师 具中妙于烧尸宫 具中妙于水中师 于此飘游去主之 希求贪恋顺恼 这各众生相变寻觅 于此一切莫不忠 回向灵犀或满足 苦难为愿主迷乱 愿解脱于大乐界 大力归宗素素取 欲望堪至于怜着 一念哀然已乐出 愿或施然即解脱 放在自己生病的地方 四十九夜 回向 天阿修罗要叉等 来听法者应至心 拥护佛法使常成 各个情形是尊教 诸有听途来自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与人士起慈心 日夜自身依法住 愿诸世界常安乐 无边福至一群生 所有罪业并消除 愿离众苦归原济 恒凶借乡图引体 长池定福以滋生 菩提妙花便庄严 随所住所常安乐 结善缘 乐无边 且莫结冤迁 结善缘 乐无边 且莫照业障 结善缘 乐无边 烦恼尽捐除 心清净 体康宁 万般皆吉祥 愿以此功德 回向十方界 父母与司长 六亲共眷属 法界诸有情 八难三图辈 仰仗佛神力 消灾征服会 凡事诸天主 四方大天尊 地其随火神 主障惜消除 热恼化清凉 共振无上道 法海共逍遥 同生极乐国 好 我们的替神要自己拿着 不能交给别人 交给别人 业障也到别人手里去了 我丢的时候要自己丢 有的说 会有业障吗 你要不要试试看 这个很奇特的 以前给我做财务的 那个老局势 他说 师父 我怎么感受不到 什么叫业障呢 那天 我带他跑到牧区 佛牧区 就转了一圈 他说 师父 我怎么头晕晕呢 我说 现在你知道 什么叫业障了吧 这个世界都是有讯息的 我们这个替神 就是观想 我们过去欠的命在 吃的众生 肉 还命的 这都是还命的 替神 所以这个呢 适合于多做 家里一般性 有的是天天吃饭就做 吃饭就自己吃的什么东西 把那个 哪怕是这个米 把米饭抓一把 抓一下 然后就当做自己的提神去 但是又很虔诚 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不是说 那好嘞 那我吃肉 吃吃 杀生我不怕了 我有办法了 那不行的 那佛法就不灵了 佛法要恭敬心 虔诚心 要忏悔心 那这个冤解才能解掉 没有一点惭愧心 这个冤解不会解的 你做得再好 有的人 像雕刻丝一样 拿一个面 雕了一个自己的形象 心态不到位 惭愧心不到 那你吃的 杀他的 吃他的 你这样子就想化解掉 所以学佛要很恭敬的 确实佛菩萨给我们的方法可以 但是我们要到位 我们也要到位 有一种惭愧心 我们过去 为了贪心 吃他的肉 所以过去神医 那个孙思苗都说 杀生补生 岂有此理 哪里有杀他的身 能补自己的身 没有这个道理 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珍爱自己生命 就要珍待其他的生命 叫己所不欲 物施于人 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理 你不想别人吃你肉 不想别人杀你的 你就不要去杀别的 生命之间不是弱肉强食的关系 生命之间是什么 是强者扶助弱的 这个你才叫强者 我们今天能够做人 这是累世的福报 家里祖辈的福报 自己前世修来的 继续好好修吧 不能丧失我们人的一个能力 所以西方的人 西方的人总结生命 说人是地球食物链的最高端 这个好像人就是应该吃那些的 因为我们是食物链的最高端 我们人就可以吃遍一切 没有那个道理的 这个道理是错误的 所以引起了现在的社会的问题 世界的问题 人是应该保护一切众生的 这个人才能够在地球上最珍贵的 人是一个可以思考问题的 思考道的 所以人是应该拥有道和德的 所以人类的道统已经 湮灭很久了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精神文明要想复兴 需要一个反思道统 反思道是什么 道是什么 道说人是可以升华的 这个就是道 靠什么升华 要靠积德 一个懂道的人肯定是修德的人 一个修德的目的是为了道的升华 所以 大智者若愚 一个积德的人别人看上去很笨的 为什么出了钱买东西不吃 把它放到河里去 为什么钱 自己的钱不懂得自己花 给别人花 看上去很 好像这个世间人很难理解的 但是这种修德的人 大智啊 是大智慧 因为他懂得道了 我们很多人喜欢拜济公济公 对不对 很多人都喜欢拜济公啊 济公活佛啊 他为什么叫济公 我们就去拜他 他有能力呢 因为他是济公嘛 对不对 他没有祭司吧 一个自私的人会不会有力量 别人会不会拜他 不会的 你很自私 你丈夫自私 老婆都不喜欢你啊 你爸爸自私 你儿子都反对你啊 一切痛苦就来自于自私 所以我们拜济公 要记住 他是济公的 不是济私的 一个为大家考虑的人 一个为家庭考虑的人 你是个好爸爸 一个为社会考虑的人 你是个好公民 你才是个好人 不管做任何一个行业 你这个行业 是给社会贡献 为大众服务的 那你这个行业 那你这个行业才有存在的价值 你才会赚钱 所以我们很多人 拜济公 就忘掉济 他是济公 不是济私 他的法名叫道济 我们喊他济公 他的真正的法名叫道济禅师 以道来祭天下昌生 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连道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 是一个需要反思 我们人类的道统是什么 不管不仅是中华民族的 五千年道统 甚至他马来人 有马来人的道统 任何一个民族 有他自己的道统 这个道统 你看道统的时候 你会发现 整个地球上 所有人类文明的道统 都是一样的 你去看图腾后来 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 那个印尼 那个叫印第安人的那个图腾 还是玛雅人的图腾 还是我们中国人 你看到那个皇宫面前 看的那个 那个华表 那个华表就是中国人的图腾 中国人为什么龙的传人呢 龙是我们的图腾 你会发现 各个民族 他在原始阶段的时候 他的道的图腾 都是一样的 都是代表着 这个生命是可以升华的 是可以升华的 生命的存在 不是当下 而是当下过的 对未来是有正面的利益的 你生命的未来是进步的 那你当下才有意义 如果你的生命 你的未来是堕落的 那你今天就错了 你的今天错了 你的现在错了 你没有当下的现在意义 什么样来衡量 现实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要看结果 结果有没有人总结 是有的 人类是有总结的 是有生命有总结的 所以人类才有文化 才有文明 遗留下来 不是需要你个体去摸索 我们的祖先早就给我们摸索好了 我们很少会觉得 对我们祖先的文化去感恩 最大的感恩 不仅是对父母 对父母辈的 对我们祖辈的文化的认知 感恩 念恩 一教奉行 立身与天地之间 做一个不服一天 养不亏一天 腐不亏一地的 这样一个人 这样我们人类就有希望 我们人类的所有的危机 就能够自然的解决掉 现在我们人类所有的危机 就是因为不见了道 也泯灭了德 道德的道统不存 所以人这种动物失控了 贪嗔痴 充盈了我们的身心 我们这就是 佛性消失了 魔性充斥了我们的身心 一个魔的 一个每一个生命 都是魔性多的社会 那你想想看 那漏洞 那个问题层出不穷 危机四伏 怎么解决 不是说哪里有洞 不哪里 我们佛教主要提纲气领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人 要开这个智慧 回过头来要皈依三宝 具体的实践我们的人生 依照圣贤的教导 读字就是为了 识圣贤书 过去中国人的目的很明确 识字是干嘛 识字是为了读圣贤书 现在我们很多人识了字 却不知道佛经是什么 这个就很糟糕的 所以识字为读圣贤书 我们要恢复这个运动 要做一个复古运动 复古运动 这才是精神文明的一次重新 也就看这个了 我也是研究了这么多年了 早来早去药方的 对治这个世界的药方 我为什么你看跨洋过海 我们来 也是要我们推广这个理念 我们大家因为在座的人 很多都会有社会责任感 家庭的责任感 对我们生命 自我生命有责任感 这才是我们学佛 开智慧很重要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道德 阿弥陀佛 最近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 我修行一定要持咒嘛 但是各位 我告诉你一定要持咒 咒就是佛的心 我们凡夫念咒 就把佛的心 入凡夫的心 当你念咒的时候 佛陀的一切的功德 就入到你的心里面 那言经更说 当你念咒的时候 佛与你同一个空间 佛的大光明障 就融入到众生的心里面 你就有佛的力量 来帮助自己来 立你众生 所以希望各位 要天天持咒 弘扬持咒 而且每一个咒语 只要你佩戴在身上 可以免很多的毒 可以消很多的磨 如果你把咒语贴在佛堂 贴在家里 这全家平安 所以咒就是佛陀 大悲心的力量 所以佛陀的一切的福田事业 都是要回向布施给众生的 只要我们开口念佛陀的咒语 佛陀的功德事业 就融入在我们身心 消业障 得到一切功德 所以各位多持咒 多印咒语 我们最近要印很多的咒语 跟大家结议员 大家也多付持 阿弥陀佛 我们要做哪一些基本的防疫措施呢 第一个就是有咳嗽 流鼻水 这些呼吸道症状 或是发烧的人呢 应该是在家休息 不要上学 可是有时候 他来的时候可能是很好 如果中途小朋友不舒服 又要把生病的小孩 先戴口罩 而且要隔离 跟其他的人 至少隔离一到两公尺 或者是最好有单独的房间 还有请他洗手 再来就是生病小孩子的桌面 或是碰触过的物品呢 尽量要擦拭 消毒干净 这时候其他的老师呢 跟其他健康的小孩子 也是要洗手 再来就是环境 还有玩具呢 要定期的清洁消毒 鱼笑骇母 在海边的鱼村里 有一户穷苦的人家 家中只有母子二人 相依为命 一直靠帮人捕鱼赚钱 来奉养母亲 而她的母亲 因为常年的腿脊 无法正常走动 只能依赖儿子 寸步不离地照顾 妈 饭好了 你快吃吧 嗯 好啊 阿国 你也吃啊 我已经吃饱了 妈 你赶快吃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哎 家里又没米了 看来得找张老板出海 赚点钱买米了 阿国为了照顾母亲 无法出去赚钱 因此家里的生活 十分艰苦 幸好村里捕鱼的张老板 对他非常照顾 经常安排阿国 在近海捕捉一些鱼虾 来换取生活费 你看 阿国来了 他家里肯定又没钱买米了 是啊 阿国他真的很孝顺 平时都待在家里照顾他妈妈 等到家里没有吃的了 他才会出来工作的 嗯 这真的不容易啊 滴尾蜜 一直靠帮人捕鱼赚钱 来奉养母亲 而他的母亲 因为常年的腿脊 无法正常走动 只能依赖儿子 寸步不离地照顾 妈 妈 饭好了 你快吃吧 嗯 好啊 阿国 你也吃啊 我已经吃饱了 妈 你赶快吃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哎 家里又没米了 看来得找张老板出海赚点钱买米了 阿国为了照顾母亲 无法出去赚钱 因此家里的生活十分艰苦 幸好村里捕鱼的张老板 对他非常照顾 经常安排阿国在近海捕捉一些鱼虾 来换取生活费 你看 阿国来了 他家里肯定又没钱买米了 是啊 阿国他真的很孝顺 平时都待在家里照顾他妈妈 等到家里没有吃的了 他才会出来工作的 嗯 这真的不容易啊 妈 这位是 怎么 你不记得了 这位是你阿娟阿姨啊 你小的时候 他还抱过你呢 哦 是阿娟阿姨啊 好多年没见都认不出来了 妈 药买回来了 你可别忘了吃啊 药 阿姨 你生病了 是脚痛的老毛病 去了好多家医院 都检查不出原因 阿姨 不瞒你说 我前几年脚也是痛得要命 根本就无法下床 每次痛的时候 就像是被针刺一样 对对 我痛起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阿娟 你的脚后来是怎么好的 阿姨 你从来没想过 自己的脚为什么会痛成这样吗 这我真的没想过 是啊 究竟是为什么呢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都会帮忙做鱼串吗 海边的渔民会将捕获的小鱼用竹签穿成鱼串串 然后晒成鱼串 然而 阿姨和阿娟小时候 经常当家里做鱼串 当时我们没想过 用竹签刺穿鱼串的身体 他们要承受多大的痛苦 现在我们切身体会到了 这就是果报啊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脚痛是因为遭受了果报 是的 阿姨 你真会说笑 我妈妈的腿疾 怎么会和小时候做鱼串有关系呢 阿国 你可不能不信呢 我和你妈妈这些年为腿疾所苦 那就是果报献钱了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 后来一位学佛的师父告诉我 因果报应的道理 我才知道 原来杀生是极大的罪业 只有放生护生 多积善德才能补救 阿娟 阿娟 莫非你的脚就是因为不杀生才好的吗 是啊 听了师父的话后 我便开始吃素放生 果然 果然不到一年 我便宜 阿娟 阿娟 以后我们也不要再吃鱼虾了 吃素就好 好吧 从那之后 阿国和他的母亲开始吃素 但是阿国依旧经常捕鱼 换钱来奉养母亲 他抓的那些鱼 最后都被送到餐厅杀死吃掉 沙叶仍然在他和母亲身上累积着 如果真的像阿娟说的那样 我们不吃鱼虾 只吃素菜 积下善果 我的脚就能复原了 爸 你的脚会好起来的 嗯 但愿如此 可是阿国母亲的病情却一直不见好转 到了休余期 阿国无法出海补鱼 因此他非常忧心 家里的三餐没有着落 阿国 你在这里做什么 唉 别提了 现在是休余期 不能出海捕鱼赚钱 而我家里又快没米了 真是急死人了 我家里还有鱼竿 你拿一些回去吧 不用了 我和我妈现在只吃素菜 哦 是吗 那你只能去都市里 打林工赚点生活费了 我也想过 可是我放心不下我妈妈呀 最近她的身体越来越差 让她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实在不放心 是啊 老人家一个人在家 的确让人不放心 对了 阿国 你可以抓螃蟹去卖啊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于是 阿国每天退场时 就会到海边抓螃蟹 抓到后 用绳子将螃蟹绑住 然后再拿到市场上去卖 赚的钱 她便买些米菜 供养母亲 螃蟹 新鲜的螃蟹哦 呦 你的螃蟹看起来 还蛮新鲜的 当然啦 这可是我今天 刚刚到海边抓的 每只都很新鲜啊 哎呀 这不是阿国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 卖螃蟹啊 哎 别提了 现在是休鱼期 没办法出海赚钱 但家里还有老妈妈要照顾 所以我只能每天 去海边抓些螃蟹来卖 换点米菜钱 这位阿国 可是出了名的孝顺 他为了照顾年长生病的母亲 吃了不少苦 阿国 帮我煲几只螃蟹吧 我也要几只 众人 被阿国的向心所感动 所以 只要他来卖螃蟹 都会被一扫而空 阿国 为了能多赚一些钱 于是 便抓更多的螃蟹来卖 阿国 你今天 怎么煮了这么多菜啊 妈 我现在 每天都抓螃蟹去卖 生意很好 赚的钱也多 以后 每天都可以多煮几样菜给你吃的 是吗 阿国 你也多吃点 也累快身体了 然而 阿国却没想到 自己抓的螃蟹越多 鸡下的恶业就越多 过没多久 果报就出现了 他的母亲突然神志不清 将阿国用来捆绑螃蟹的绳子 不停地往自己肚子里吞 妈 妈 你这是在做什么啊 这个不能吃啊 妈 你是怎么了 你别吃这些绳子啊 早也